陈建斌和蒋晴晴 这对迎贫康丽 近日是来到上海录制 《长江之恋》 《长江流域》 十二大省市联欢晚会 那夫妇俩是在舞台上合唱一曲 舞台下却唱起了双簧 就这样 陈建斌和蒋晴晴 就在吵吵闹闹中 开始了唱双簧模式 由于两人此次专程 为录制《长江之恋》 《长江流域》 十二大省市联欢晚会而来 于是从现场合唱的歌曲入手 先互相夸赞逗曲一波 我的感受与你相同 不愿陪月儿把花落 对你的心有 陈老师的嗓子条件特别好 唱歌肯定唱得比我也好 但是蒋老师是这个唱京剧出身的 按理说的比我 可以不要提这都往事 我就是因为京剧没唱好 所以改行学了表演 你就想让我说这个是吧 没有 我意思就是说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蒋老师 就是表演一下他的这个京剧的 这种刀马蛋 然后一边唱一边舞的那种 演见话已至此 蒋青青赶忙顺水推舟 让陈建斌现场征集起 能够让自己发挥金剧特长的剧本来 特别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这个小说或者是剧本 拍一个 拍一个 但这个挺难找的 说实在的 这是一直以来都想找到的 对 你就征集一下嘛 说不定好多我 好多那个影友一听赶紧写剧本 给你寄过来 你征集一下 你 如果有合适的这样的这个题材 就寄到这个文艺新天地 他们会转发给我的 要说复唱复随 陈建斌导戏 蒋青青出演也不是第一次了 比如2014年 陈建斌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 《一个勺子》 蒋青青就在里面饰演女主角金之子 他就在我的这个戏里边 他会有很多这个生活上的 这个艺术上的很多东西 帮助的这层面的还是更多 去年 将陈建斌送上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宝座的电影《无名之辈》 在蒋青青看来也是可以鸡蛋里挑骨头的 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 嗯 我也这么觉得 对 但现在已经很好了 就是那个贵州话说得不咋地 真的应该跟蒋老师好好学一下 那个重庆话 因为那个重庆话跟这个贵州话一样的 我当时我以为我说得挺好的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没问题 就所以就这个人不能这个骄傲自满 我就觉得 就骄傲自满就会给 弄笑 对 就会 这这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蒋老师批评的对 虽说嘴上不让人 但是回首2018年 最最让陈建斌心怀感激的 还是蒋青青为自己和家庭的心情付出 我最要感谢蒋老师 就是他又给我生了一个孩子 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也回报不了了这个事情 没错 没错 只能就是 好好偿还 只能对 多写几个剧本 我就写十万个剧本也回报不了你 一个在闹 一个在笑 这也许就是陈建斌 蒋青青夫妇最真实的幸福写照 陈老师的麻烦 多过于对我的照顾 在新的一年里我会长大的 记者王孟严 上海独家采访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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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订阅 任何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